你好,先生,你貴姓? 我姓莫的 博先生,你代表什麼團體? 我們是一個街坊的關注組 是保護堅城關注組 你今天會來到一個臨時公園? 因為我們看到政府有一個規劃 這裡需要有些發展 但是發覺在發展規劃裡 導致這個唯一我們這區的一個草地公園要清拆 我們覺得很不忍心 一個這麼漂亮的公園 有成二百多棵很健康的樹 都要清拆 以至到居民的休息用地進一步減少 所以我們發起今天有一個野餐共聚 一起了解一下發展的歷史 這區居民的需要 還有我們有一個導賞團去看看樹 看看這裡有什麼受保護的品種等等 還有我們也邀請了一些議員 來一起去商討怎樣可以保育這個公園的方法 你好,我想問一下 其實剛才這個公園 所謂的臨時公園已經有十幾年了 是啊,成十八年了 十八年的歷史 所以還會叫做臨時公園? 是啊,我們其實都很奇怪的 就是我們很多街坊 從小到長大都在用這個公園 大家都很希望可以保留 作為一個永舊的公園 我們都很希望政府和發展局在這方面 聽取民意 也都是希望當區的區議員 立法局議員都支持我們這個訴求 將這裡的公園可以繼續保留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其實這區的休息用地 其實都是不足的 如果你看回從規劃的角度 其實建立地城 那個休息用地的面積只有0.78個平方米 對於每一個市民來講 但是根據規劃的指引 其實應該是兩個平方米的 就是說最少有一個平方米是本地的休息用地 另外一個就是一個區域性的休息用地 所以總共是兩個平方米 我們只有0.78個 那是不是很不足夠呢 所以在這麼不足夠的情況下 是不是有必要要這樣清除了這個公園 其實我們查過規劃處的未來規劃 就想將這裡建私人樓宇 但是我們不是說反對發展 問題就是發展的都是要合理 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去到照顧市民的需要 不要將這個陸化的草地公園去到清除 甚至乎希望在發展建屋的過程裏面 就是可以保留更多的城市的陸化的草地的公園 讓我們都可以有一個合理的生活的空間 在政府宣布一些可能要清除公園之前 你們有沒有想過區議員 幫忙將臨時的公園變成一個永久的公園 其實我們都發覺這裡的區議員 或者相關的議會 他們的諮詢都比較低調 我們覺得其實好像我和其他的居民 就只是10月才知道 原來政府已經有這樣的方案 要將隔離的地方除烏 以至到連這個公園都要剷除 這個是10月才知道 但是其實這個6月 其實已經在原來我們翻查資料 已經在立法會的那個叫做 那個橫工會之類 就通過了一些批准想做這個除烤工程 但是其實這些的諮詢等等 我們覺得十分之低調 居民很多都是不知道 當我們一班居民 在10月的時候 下區 有收集簽名 要求保留公園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惡然在說 為什麼會無緣無故要清拆公園 我們不知道 很多居民和我說 都十分之憤怒和反對 政府這樣做 所以我們都很希望 發展局能夠坐下來 和居民一起商議 有沒有一個相贏的方案 以至公園可以保留 政府又可以找到合適的地方 去建房屋 亦都可以兼顧到三方面的需要 第一就是休息用地不足的需要 剛才說過 第二就是說 如果政府要在一個地方 建這麼多的樓宇的時候 他有沒有考慮到 其實那個交通問題 有沒有解決到呢 其實那些交通配套的問題 有沒有很好的解決 第三就是 社區設施有不足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譬如說 一些公營的老人院 一些的圖書館 一些室內運動的設施 等等這些東西 學校等等都是不足的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沒有好好規劃好 怎樣去到配套出現的時候 就立刻就說 要在這裡拆下來 在私人樓宇等等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這個規劃是不好的 我們就希望政府 現在的問題所在 主要是把那個除烏工程 和清拆這個公園 和將來的土地規劃分開來講 這樣的時候 以至到一個失衡的狀態 我們是希望 政府和居民商量好 將來的規劃是什麼 有沒有辦法處理 剛才那三個問題 處理好了 我們才回去立法會那裡 要求撥款 看看怎樣去到做除烏 或者要不要清拆 或者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去除烏 等等的東西 所以希望就是 政府和議員支持我們 之前你講過其實是有諮詢過的 其實你的街坊知不知道 或者區議員有沒有跟你說 其實我們就覺得 當區的區議員呢 就很低調 還有就是某程度上都很選擇性 我們都不知道 譬如我住在這裡附近的 我也不知道 搞到到10月的時候 是另外一區的區議員 不是當區區議員 是另外一區 當區區議員 就是這個民建聯的陳學峰 是另外一區的區議員 告訴我們 喂 這裡要拆了 你們知不知道 我們才 哪一區區的區議員 告訴你 是司馬民 應該是南區 南區司馬民議員 發文件來 我們才知道 原來要拆 還要這樣搞 因為其實 其實之前 政府討論說 要不要拆這裡 怎樣處理除污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有不同的方案的 有一個方案 其實是可以 將公議員保留到最後的 那時候我們都很奇怪 為什麼這些東西 不是全部拿出來討論 起碼 就算他有找個人 為什麼不是說廣泛的諮詢 而是只是有部分的諮詢呢 當然啦 你問我 我說OK 後來我們查回區議會 或者立法局是有文件 但是問題就是 很多市民 我不知道 都不知道這件事 對啦 因為舉個例子 剛才我說 我十月的時候 十月十一月 總共加上 差不多二千個居民 簽名 一齊反對 清拆這個公園 要求政府做好規劃 在問市民的時候 很多其實都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就是 希望政府正視這個問題 即是說其實這裡的街坊和市民 一發現了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馬上簽名去反對 因為其實他們之前 一本就完全沒有聽過 有任何的諮詢 或者是沒有表達過任何的意見 一方面就是 沒有機會表達過任何的意見 或者是 就算有諮詢 但是可能不是很清楚 知道究竟其實問題所在 大家要記住 問題所在就是 政府將這個的除污工程 和將來的規劃 將它分開了 這個的分割 導致到會誤導立法會的議員 去到呢 批准所有的工程或者撥款 很簡單的 你說地上有塊髒東西 有塊垃圾 你是不是會收拾 所有人都會收拾 但問題就是 背後其實有另一個的計劃 是將這個剷除了 賣給私人 地產商發展私樓 那不是說這個做法有問題 但問題就是 整個的配套 整個的交通等等 有沒有處理到 休息用地有沒有處理到 有沒有顧及到 當區居民的需要 還有 如果將來整到這裡很擠塞的時候 其實生來的居民 和當區的居民 都會是投訴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覺得政府 沒有必要 要造成這麼多民怨沸騰的動作 應該就先坐下 跟這個居民先商量好 即是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之後我們一會兒會有一個 什麼幾個活動 一會兒我們就 看看先 哇 差不多了 三點鐘我們就開始 就要有一個 野餐的共聚 跟著呢 我們就 這裡已經進行的 就是講這個 公園和經理地城發展歷史 跟著四點鐘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 樹木道上 就解釋這裡 每一棵樹 以及受保護品種的樹 是在哪裏的 跟著回來呢 我們就會寫下 居民的訴求 和和議員 我們已經看到有議員 在出席著了 就會和他們商討 怎樣可以 繼續爭取保留公園這個方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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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